趁著左邊朝的不可開交 畫面右上角吳秉睿一把扯爛桌上型麥克風 藍尾賴士寶沒攔住 也看傻眼 好暴力 你別看就好 還有這把扯下來的麥克風往地上猛砸 民進黨立委吳秉睿火氣超大 就是因為不滿藍營硬闖才華法 但一個晚上破壞兩支麥克風 也被藍營逮到機會狂酸 那麥克風也很可憐 被砸得稀巴爛 好好在那邊服務國家 這頭批吳秉睿 但回顧過去立法院衝突 在藍尾手上折損的麥克風 也不在少數 二零二一年為審查國務機要廢除罪話 賴士寶把麥克風抓起 忽亂拉扯 審查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國民黨立委林德福抓起麥克風 就往桌上摔 每每立法院衝突 麥克風都成為劍法 李彥秀放聲尖叫拼死也要護著的就是麥克風 年改大戰時朝野立委同樣緊緊拉著麥克風 誰也不讓誰 每四攻防麥克風似乎都遭波及 每年立法院都還得編列幾萬元 修理維護費用 這回被吳秉睿破壞的麥克風 民進黨立委員黨團表示 若被求償會由黨團負責 吳秉睿則是低調不回應 不過據瞭解 因為朝野衝突被破壞的器材 立法院會以修復費之意 不會求償 根據統計 這屆國會開議不到一年 已經折損六支 可憐麥克風不分藍綠 都成為攻防下的犧牲品 三立新聞 張文財 讓我們繼續報導